这句话意味着已经执行了50多年快60年的劳动教养制度终于被废除了 为什么我说终于被废除了呢 这是因为最近十年来不断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会各界人士发出呼吁要废除这个劳教制度 那么现在呢劳教制度等于被废除了 有不少观众朋友说这个废除劳教制度这是个好事啊 这确实是一次了不起的进步啊 这些年来呢我始终是在关注有关劳教制度存废之争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形成了几派不一样的意见 首先一派呢认为该加强 说你看劳教制度执行了这么多年了 也确实把一些这个司法范畴不好处理的轻微的刑事犯罪等于给管起来了 而且也培养了大批能够自食其力的公民 为啥呢 劳教制度是什么意思 劳教劳动教养 就是通过劳动的方式教育你再培养你的意思 这叫劳教 所以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起到了阻挠作用 就不应该留了 就该废掉 那么更多的人呢是属于中间立场 我们管它叫改革派 也可以叫改良派 包括我本人当初 我跟很多人探讨这问题说我都吃这个好 我说这么些年个劳教制度 它对于社会治安确实起到了集体作用 所以这一次呢中共中央一下子就废除了劳教制度 还真是让我们有一点小意外 但是这个小意外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惊喜 就是我们必须承认废除劳教制度 是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一个伟大的进步 为什么说劳教制度是法治建设一个伟大的进步 这个咱们得掰开了揉碎的时候 得从劳教制度的诞生的时候开始 我们下转的诞生的时候可以开始 看到我们下转的诞生的时候